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這個弓箭 非常簡單 大概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了 下面是一個俠心槽 外進是R34mm 內部是R15mm 中間的距離是108mm 厚度是52mm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 後面這一個 也是算 應該算 扮演 俠心槽的扮演 它R25mm 中間有一個孔洞 是18mm 中心距離是76mm 厚度是34mm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熱材 厚度是22mm 它跟邊緣跟邊緣相切 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好 那知道這個圖檔以後 我們將這個圖檔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 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注意一下 它中心距 108mm R34mm R15mm OK 這個是我們事先畫出來的一個圖形 我們看一下 它大概情形就是這樣子 外形就是這樣子 我們檢查一下它的尺寸 R34mm R15mm 厚度52mm 中心距離是108mm 第二個部分 這個部分 應該 這個部分 716mm 這個孔洞是18mm 外面是R25mm 最後部分是這個部分 R22mm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一樣 將這個圖形 先把它 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再畫一次給大家看 好 一樣 我們用前基準面來畫 我們用 狭草攻擊 選擇中心 這個部分 兩邊拉出來 再拉一次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尺寸 距離是108mm R34 R15 然後厚度是 52mm 這個先尺寸 這邊是 108mm 我們現在生長 填料 就是52mm OK 我們現在 好 好 我們直接 來 生長 填料 出生 52mm 好 一樣齁 接下來還是要 用這個 當基準面 第二個步驟 我們 再把它換過來 一樣 我們現在要選擇這個部分 下面一定要看一看 好 有一個 小孔 然後外面 重新去 76 這個是18 這個是R25 這個圖形 就出來了 我們一樣齁 中間先 畫一條直線 等一下成型的話 就是 用上半步就好了 好 這個多少 我看一下尺寸 34 34mm 選擇輪廓 就這個部分 往這邊長 OK 再來一樣 還是 用這個 當基準面齁 從這裡 畫一條線 到這邊 唉唷 他會亂跑 我們這邊齁 選擇這個 當參考圖案 好 好 這一個 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 要香切 香切 這條線 跟這一條線 也是要香切齁 好 一樣齁 深長 這次是 22mm 選擇這個部分 22mm 看方向不要搞錯了 整個圖形 整個圖形就出來了 最後要檢查一下 這個地方是R15 這個地方再把它補一下就好了 這個圖形 整個圖形就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對照一下 看一下R15 R34 104 中心距76 這個小孔 這個小孔 小孔 是18mm 基金幣 18mm 好 25mm OK 來檢查看看 15 15 34 108 52 這正確的 76 25 18 正確的 這部分 22 正確的 這整個圖形 就是這樣的 很簡單 就把它完成了 好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今天試完操作到此結束 OK 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場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 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唷